大家好,欢迎回到百万书格,一个伴随你迈向富足的频道。 在现代商业环境中,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市场趋势。 要如何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是每个企业的重要问题, 因此每个企业都在极力打造出自己的护城河,避免太容易就被市场资本取代。 股神巴菲特常说到的经济护城河,也可以称为市场壁垒, 通常用它来形容企业抵御竞争者的诸多保障措施。 要知道资本市场是逐利的,什么东西好赚,钱就往哪里去。 因此打造出了自己的护城河,就很难让别的竞争者进来奋一杯羹。 护城河是指企业在市场上建立起的一些,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的优势, 从而形成一道保护自身的壁垒。 护城河可以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建立起强大的竞争优势,从而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今天就要与大家分享护城河的五项标准, 也就是让企业如何在竞争中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五种要素。 这些要素可以帮助企业在市场上建立坚固的防御体系, 保护其市场份额,并使竞争对手难以轻易复制或超越。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第一,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包括企业拥有的无形财产, 如品牌价值、知识产权、专有技术、商与等。 无形资产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为企业带来长期的竞争优势。 比如说,一家知名品牌的企业可以通过品牌认知和忠诚度吸引消费者, 而其他竞争对手难以迅速获得类似的品牌影响力。 品牌的认知能力主要是体现在用户选择某一品类时的直接搜索能力, 也就是说用户能不能第一时间想到你。 比如我们夏天想买空调,第一时间会想到格力或美地, 比如我们想吃快餐时,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就是麦当劳或者是肯德基。 品牌的议价能力主要体现在消费者愿不愿意为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 或者是为其进行长期付费。 这种产品大多是追求差异化战略, 可以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 苹果是全球知名的科技巨头, 目前市值也高达3兆美元, 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 其品牌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人知。 苹果凭借其独特的设计, 高品质的产品和卓越的用户体验, 建立了强大的品牌认知和忠诚度。 其知名的商标和专有技术, 如自身的操作系统以及自家系列芯片, 也构成了苹果的无形资产, 使其在智能手机和计算机市场上具有长期竞争优势。 再比如说像是高端白酒贵州茅台, 常年价格上涨, 但消费者仍为之买单。 各类奢侈品像是爱马仕、香奈儿, 或者是迪奥等等。 价格越贵, 越有人乐意为此付费。 其实这个背后就是品牌的议价能力, 也是每个使用他的人的身份象征。 品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对用户预期的一种承诺, 当用户初次使用品牌产品后, 会形成消费记忆存储在大脑中, 这些信息会成为消费者下次购买的决策依据。 而相反的对于那些没有品牌的产品, 也即消费者在消费时会遇到不确定性, 人们在获取东西时, 都有天然的风险厌恶偏好, 所以有好品牌的产品, 会更具有优势。 第二,转换成本。 转换成本是只用户器用本公司产品, 而使用其他企业相类似产品时所产生的金钱与时间成本, 与仍旧使用本公司产品所产生的成本差值。 当企业的成本较高时, 竞争对手很难通过降低价格来抢夺市场份额, 因为降低价格可能会导致亏损。 较高的转换成本构成排他性, 比如说微信, 因为先发优势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商业价值, 导致现今很多用户离不开微信这个生态圈, 大部分的原因是朋友圈都在这个平台上, 或者自己喜欢的博主们都会定期在这个平台上更新内容, 导致如果要转换平台的话, 是极其麻烦的。 这其中还包括我们很多的隐性成本, 比如说, 时间, 体力, 情绪, 甚至会产生未来损失的机会成本等等。 即使有一天出现一个比微信更优质的通信工具, 但是你要联系的亲戚朋友都不在该网络上面, 那这个产品对你而言还有多少价值呢? 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品能让用户不选择竞争对手的产品, 说明企业的产品对用户来说有粘性和依赖性, 那么这家企业就拥有比较高的转换成本和排他性。 了解企业的转换成本必须要从消费者和使用者的角度考虑, 从尝试, 使用习惯和商业逻辑来判断。 转换成本不具备永久性, 需结合实际情况综合研判。 此外, 亚马逊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之一, 拥有庞大的客户基础。 其通过优质的客户服务, 广泛的产品选择和高效的物流系统, 建立了强大的客户粘性。 客户在亚马逊上建立了购物历史和支付方式, 这些转换成本使得他们在考虑购买时更倾向于继续选择亚马逊, 而不是切换到其他电商平台。 亚马逊的会员计划 也是其转换成本策略中的关键部分。 通过加入会员, 顾客可以享受包括免费快速配送、 独家优惠和视频娱乐等一系列特权。 这使得顾客在考虑购物时更倾向于选择亚马逊,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会员计划节省时间和成本, 并获得额外的价值。 第三, 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是指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 产品或服务变得更有价值。 例如, 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数量越多, 用户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交流就会变得更加频繁和有趣。 企业可以通过不断扩大自身的用户群体, 来提高自身的网络效应。 这个也是极著名的梅特卡夫定律, 极产品的价值等于用户数量的平方。 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 网络效应大约创造了科技行业70%的价值, 很多公司都从中受益, 包括脸书、亚马逊、阿里、腾讯等。 网络效应也基本上可以算是互联网公司构建自己互成河的超级杀手锏。 这些网络的存在为用户提供了便利, 以用户为中心的便捷性就能产生粘性。 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 企业的价值也逐渐由于网络和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放大。 举个例子, 就拿中国范围来说, 工商银行的营业网点遍布全国大街小巷, 甚至在国外主要城市也有网络分布。 相比而言, 它比地区性银行具有更大更广的网络效应, 因此, 工商银行的用户更多, 其企业价值也相对更高。 另外, 面子书是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 拥有数十亿的用户。 随着更多用户加入平台, 其价值和吸引力不断增加, 形成了强大的网络效应。 用户之间可以分享内容, 互动交流, 使得Facebook成为全球人们日常社交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此外, 脸书与影音分享平台巨头, Instagram也是同一家公司的, 脸书账号也可以直接联通IG, 形成更大的网络效应。 这让脸书在竞争中保持了长期的优势。 第四, 成本优势。 成本优势是指企业在同行业中拥有更低的成本结构, 从而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产品或服务, 并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利润。 企业可以通过优化供应链,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等方式, 来提高自身的成本优势。 生产工艺和技术也是企业成本优化的重要方面之一。 企业可以通过引进新的生产工艺和技术,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从而提高自身的成本优势。 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之一, 通过强大的供应链和采购力量, 使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购买商品并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价格, 从而将成本降至最低。 沃尔玛通过规模经济和高效运营, 有效降低了成本, 并通过低价策略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大量顾客。 此外, 沃尔玛也建立了高度优化的供应链系统, 实现了从供应商到店铺的高效物流和库存管理。 通过减少仓储和运输成本, 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库存积压, 沃尔玛能够降低运营成本, 并确保商品能够及时到达消费者手中。 以上这些优势, 除了沃尔玛这种巨型企业能做到外, 其他的竞争者要打造这种系统也并非短期就能实现的, 因此阻止了许多竞争者的介入, 让沃尔玛的成本优势能够长时间持续下去。 成本优势使得沃尔玛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 并吸引了大量顾客。 这也成为沃尔玛在零售业领域取得成功的重要支撑, 使其成为全球零售业的巨头, 并持续保持着领先地位。 第五,有效规模。 有效规模是指企业在特定市场上能够实现最优的生产和运营规模。 当企业规模过大或过小时, 都可能会导致效率低下和利润下降。 企业可以通过不断调整自身的规模, 来实现最优的生产和运营效率。 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并购, 合并和分拆等方式, 来调整自身的体量, 以适应市场变化和提高自身的效率。 通过有效规模的经营, 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投资, 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过大的企业规模可能导致资源分散和效率降低, 影响投资回报。 相反,有效规模使得企业能够集中资源, 专注于核心业务, 提高投资回报率。 可口可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饮料公司之一, 其在全球范围内生产, 销售和分销各种非酒精饮料产品, 包括可乐、雪碧、分达、橙汁等。 可口可乐公司通过达到有效规模, 实现了全球供应链这个优势。 可口可乐公司拥有庞大而高效的全球供应链网络, 使得其能够将产品快速, 稳定地送达全球各地。 通过优化供应链, 可口可乐降低了生产和物流成本, 实现了规模经济, 使其能够以竞争性的价格销售产品。 此外, 多样化的产品组合也让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涵盖不同种类的饮料, 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 这使得可口可乐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份额, 并通过多样化的产品吸引更多的顾客。 以上是护城河的五项标准,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和优化这些标准, 从而建立起强大的竞争优势。 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 护城河可以帮助企业保持稳定和持续的增长, 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商业成功。 综合使用这五项标准, 企业可以建立起一个全面的护城河。 例如, 企业可以通过优化自身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来降低成本, 同时, 通过品牌建设和用户增长来提高自身的无形资产和网络效应, 最后, 通过不断调整规模来实现最优的生产和运营效率, 这样的护城河能够有效地保护企业, 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从而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看完了这期的内容后, 你下次再做投资决策的时候, 就能够更好地帮助你判断眼前这家企业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为什么它能够长期获利, 不被市场竞争者打败等等。 你投资的公司里又有以上哪项护城河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同讨论。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如果不想错过之后更多关于投资致富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见。